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在看这条影片之前 记得按订阅 按旁边的小钟 我不会出新的影片 你们就会收到通知 谢谢支持 现在见到奔城有这些人力车 很久没见过 现在这个伯伯很好 他说给你们拍照先 我说不要了 不如也给你生意做一下 坐一下 我们就和妈妈拍完照 准备出发 现在开车 好 转个方向 这么浪费这么热 在街上走也很辛苦 幸好有这个人力车给我们坐下 现在这个车夫很好 他知道停下我们想拍照 他每个点停下 你叫我们过来拍照 我们现在下车又去了第二个打卡位 你看这个房子很漂亮 现在打卡先 好 现在我下车了 那就会换下我妹妹一起坐 和我妈妈 耶耶耶 好 来到这个位置了 都挺特别的 奔城还有保留着这些人力车 尤其在这么热 那么晒的时候 坐在车上 这边怎么都舒服 比自己走路的 哈哈 这里又很特别 好 现在顺便拍下 和大家拍下这个 是奔城这条街 带大家游奔城 嗯 我们又停下了 和妈妈拍下奔战卡 嗯 好搞笑 他教我们怎么摆姿 好搞笑 这一个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在这个 奔城 我们去完这个梁野博物馆 然后来这个壁画 然后坐完人力车 那我们就要再去这里了 好 我们待会见 好快就上来这个 奔城的 托江大观景台 你看看 真的很高的 而且是透明玻璃底 真的少点 勇气都不敢走出去 那我当然 趁这个机会 都打几张卡 和大家出来户外 这里 用360度 要景观 看着整个 奔城景色 尽在脚下 在户外这里 真的很漂亮 而且天气很好 真的好正 当然 还要走来这个 彩虹玻璃桥 Wingbow Skywalk 我们选择 大概是4-5点 这段时间 接近黄昏的时间 上来 因为可以看 一个很漂亮的日朗 继续用不同的角度 去拍给大家看一下 在68楼这个观景台 看出去是什么的景色 你看整个奔城景 都在这里看到了 真的很漂亮 很特别 那天也有不少人 像我们这样 选择这段时间 上来等这个日落 耶 你看看日落多漂亮 等到一个奇迹 亮灯的灯 就是这样的 晚餐我们选择了 一个落灯美食坊 好似一个大型的food court 那样 就是每个自己的 宕口不同的食物 那你连去看 看对的话 就给钱 他就会给你个牌 你就放在桌上 他就会送过来的啦 有点像在沙巴之前去过的东海岸 大排档美食坊一样 在这里还对着海食 还有很多不同的餐厅 选择 有吃海鲜 又或者是肉骨茶等等的 去到某一个时段 更加是有人表演 再歌再舞 今天就要离开槟城了 但是你看 好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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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拍给大家看一下 昨晚到现在都下雨了 但是我们都要出车的了 因为都要离开槟城 马来西亚槟城下着雨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住在海边 所以昨天是很感受到 这个大风大雨的感觉 今天就要离开槟城了 离开槟城之前就吃个早餐 我来刹车经过 看到这一间很特别 我就说不如试试这一间 这一间叫做 冬村茶座 那我们预计的时候 他就不停套路了 原来已经是第三代了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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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吃的东西很简单 只有那几款 包括我们先介绍了夜饭 今天是夜饭餐牌 其实他们都是海南咖啡 出名的 他说这个是冰城海南咖啡 我们就试这个海南咖啡 我们就叫了这个 面包半鸡蛋 很特别 我们就叫了 之后我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包盘吃 我就叫了这个竹炭的 就是烤的 他就可以说 你可以配 他建议我也是配椰浆 鸡鸡鸡 鸡鸡鸡 鸡鸡鸡鸡 我有一个花生醬 尤其是摩罗包 我们待会拍给大家看 他真的吃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但我就是喜欢这些 这么地道 又很风味很重的一个早餐 还有你看看我后面身后 其实今天是下雨 你看看是坐满了 炭火炭火 炭火炭面包 我又叫了 还有这个是全开放式 你一眼就看完 你看看它很干净 又很特别 你看这些食物来了 我们现在试试这个 可南咖啡 我们就不要甜的 我只要加奶 嗯 都很特别 很不同的 另外呢 这个 我妹妹的就是 鸳鸯 香港人叫鸳鸯 就是咖啡和奶茶 好 跟着呢 就是没有糖 没有糖的 少甜 然后我妈妈的就是奶茶 对了 海南也是海南 分成海南奶茶 另外 对了 这是鸡蛋半面包 然后 这里的食物 这个就是鸡蛋半面包 还要是半单独的 很棒 我会触穿它 然后菠萝包 来了了 这个就是牛油的菠萝包 本地的鸡蛋 这个就是花生酱 他说 好 让我试一下 可以吃这个 嗯 不客气 要吃 对 对 开餐 这个就是炭火 烤的竹炭 煎包 它放了牛油和鸡蛋 好 这个 这个先试一下 试给大家看 趁它立刻来 立刻吃 我叫它放少了 因为不用那么多 嗯 牛油当然好吃 因为烤完后放上 牛油都溶掉了 你看看 用这个渣鸡 忍不住就要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 虽然很好吃 虽然很好吃 但是好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味道很脆 而且牛油也溶掉了 很好吃 很好吃 你们快点试一下 这个好吃 妈咪好不好吃 嗯 享受 好 我们要继续吃 我现在已经吃到 中途了 都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呢 都觉得很好吃 这个呢 因为它炭火的面包 外脆来远 接着加了半沙熟蛋 接着我还要吃到 炭火烤面包的味道 我自己喜欢吃这个 还有这个 真的没有叫错 好开心 给个赤匙自己 真的很好吃 哈哈 我已经忍不住 要吃掉了 我们现在吃完这个早餐 就要准备 离开槟城 然后出发去 一个地方 去哪里 这个地方是我朋友的介绍的 去到再告诉大家 现在和妈妈吃完 走回来 看到超多人排队 好厉害 幸好走败步 现在我们要继续走 拍摄牌匾 拍摄牌匾 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餐的地方 好厉害 你说得很好 由槟城到KL 就来中途站 吃大头虾 这个地方叫做Duk Arang 希望我发音没错 Duk Arang 对 就是专吃大头虾 我們先看看 頭很大嗎? 你的頭很大, 你看看 好…這個特別大 他說有些特大尺寸 而且他很新鮮, 放在桿子上 給你看 好, 我們訂了位置 進去看看, 進去 好, 你先訂 好, 很想訂位 這麼晚有團體 這個大隻 哪隻三眼就捉哪隻上來 哪隻三眼, 哪隻漂亮 這個嗎? 可以嗎? 還有呢? 下面呢? 下面那個 只剩下大 OK OK, 四隻 OK 清蒸 這個清炒的巴菇菜 我們叫做白潔 白潔菜 巴菇菜 是有山菜之王之稱的 山就是山 因為這個菜很少地方有得吃 而且都不是到處有得煮來吃 所以先點這個吃一下 這個的主角終於都來了 這個就是大頭蝦主角 你看看好像我的拳頭一樣 好像在吃雞腿一樣 這個大頭蝦就是河蝦來的 所以我們在沙拉都很少見到的 現在來到這裡當然要吃這個 Amy 原來你說的大頭蝦在這裡吃 我香港的朋友 她說 大頭蝦 現在我們來吃了 這個清蒸 另外這個叫白蘇公 白蘇公 這個魚都來了 這個你看到不是汁來的 這個是薑蓉 大量的薑蓉去蒸 這個白蘇公我也是第一次吃 看看好不好吃 很棒 很棒 好開餐 好 那今餐埋單 埋單一共是182.5馬幣 那四個大蝦 就是94.5 然後還有這個白蘇公 那條魚就66.7 那碟菜就12元 那下次你們呢 有機會去開 宜保也好 去荷芬城也好 中間這個位置 就可以下來吃一吃這個大頭蝦 這個出名的 這裡 那這裡有很多間是吃海鮮的 那你自己找回你自己的心水那間 那便建議你們 最好就是上Google Map 好像我那樣 對啦 搜尋我那間店舖 打電話問清楚有沒有開店 那就過來吃啦 好了 我們現在要去第二個站 繼續 GoGoGo 媽媽吃得很開心 我們要繼續去 待會下到KL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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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